本港下午炎热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3度 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大埔最高录得34.8度 毅意正值、佛丹和劳动节 四日假期的最后一天 不少人都趁疫情稍为缓和 继续去到郊外 四日假期都天冷气清 在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金山郊野公园游人众多 开心 十分每分多少分 十分 市民都说要解放 不用戴口罩 有多人就这样整理 太悶了 所以要疲累 疫情疲累 我没有出街整个月 现在疫情令我才出街 多人就会戴回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都是疫情期间 小心点好点 望完山望下海 康民署核下公众泳滩 继续暂停开放 但仍然有泳客 人山人海 在屯门黄金泳滩 更衣室封闭 不少人就用隔壁的冲身设施 凌云池还没开 在这里晒晒太阳 不怕的 挖一会儿没所谓 没所谓 但我们仍然在社交距离 所以要小心 太阳 沙滩 部分帐篷之间 不单是没有山隔1.5米 有些更多 过四个人一起聚集 人多 帐篷多 但一些崗位 就不见救生员 那么少埋步 它就没有山隔 我想应该是 大家成人 自己安全应该要自己负责 但也要平均一下生活质素 工会说泳滩关闭 只是安排到正常救生服务 一成人手 大约三至四个人当值 但主要都是维持秩序 认为当局的指引不清晰 有案例出现 大家都会无理自己的安全 都会冲去救 圈语又做不到事 但请教有未必救人手 如果你是不容许聚集的话 其实不应该容许这个情况出现 康文署就说 周末和公众假期 会安排人员在泳滩巡落 康乐事务经理和助理员有执法权 在假期的头三天 在核下的泳滩 一共进行五百多次巡查 作出七百多个口头圈语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K报导 在后来 去导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